大家好,我是賴思賴 農曆新年快到,國家移民管理局預料 在年初二至年初六期間, 港深港口岸的日軍出入境人次,加起來有56萬 當中最繁忙的是羅湖口岸,有接近19.8萬人次 至於港珠澳口岸這邊,日軍通關人次,加起來也有55萬 其中珠海的拱北口岸是最繁忙的,達到30.5萬人次 澳門酒店已經很積極地搶接香港的旅客 退出免費的單程跨境專線服務,點對點 由香港九龍的太子直達他們的酒店 至於特區政府這邊,為了疏到農曆年期間 跨境的人流和車樓,已經與廣東省和深圳相關的部門 達成了共識,現場了通關的時間 這樣大家不想去旅遊的話,又可以找得暢快一點 最近,深圳地鐵的2號線和8號線貫通營運 開通多了4個站,可以直達大梅沙 不知道大家又會不會趁著這個長假期去過旅遊 放鬆一下心心呢? 關於大梅沙這個旅遊點,近期已有不少視頻介紹過 而我自己就覺得當中的周濟酒店很吸引 剛好有周濟酒店集團會籍的家人回香港 兼且他可以用亞馬遜的職員價去訂房 這樣我們當然是第一時間去實現兩個願望 於是我們就去試乘這條新的地鐵路線 以及入住大梅沙的京畿洲際酒店了 做了大梅沙了 在這裏真的完全感受到一股濃濃的海洋氣息 配合到山海的設計主題之外 又不失事待感 真是不愧稱為山海專業 在那天見到有不少旅行人士來這裏打卡 我們就選了A出口 首先去看看大梅沙的海濱公園線 地鐵站口一出 就立即見到一個海岸線很長的沙灘 和一望無際的大海 這裏除了可以游泳之外 還可以玩降落傘 又或者在一些柚沙製成的藝術品 和色彩斑斑的銅像前面打卡扭念 而有一項活動是很受旅客歡迎的 它就是滑沙了 大人和小朋友一起玩 不會尖叫 好害怕啊 這個女子 一滑下來的時候尖叫得好厲害 這個也好害怕 這裡有些餐廳可以坐在戶外 還有一些音樂 感覺都頗舒服 有些小食檔 炒粉麵 15元 炸雞 還有些炸雞 看上去多亮 這些就25元一份 給它綠麵 好輕鬆啊整個氣氛 接著我們就通過一個好像海島小鎮那樣的OLED 在這裡除了有一些購物的商店之外 還有很多食肆 所以來到大梅沙玩 飲食選擇可以說是封劍遊人 在途中 我們再經過一間全白色 好像教堂那樣的圖書館 在裡面看書 是被全戶景包圍著 都頗值得大家進去看看 多幾分鐘就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深圳經濟洲際酒店 這間酒店是分兩座大樓 現在我們身處的這間就是主大樓 它是在2007年的時候已經建成了 原本就是Sheraton Hotel 後來就改成為洲際酒店 經過一輪的翻身之後 在2020年就重新開幕 因為我們是住行政大樓那一邊 所以職員就用高爾福厚車載我們過去了 來到這一邊 感覺就截然不同 這一棟大樓其實只有三層高 提供的全部都是行政房 但從走入這條小徑開始 就完全感覺到那種新穎和時尚感 建築的線條簡單地落 再加上旁邊寧靜的水景 真的帶出了一種閃的感覺 進來後看到這一盞大吊燈已經覺得很震撼了 先進入這個好像很大的圓關位 再進入裡面 只是大樓這個位置 都已經有很多很吸精的設計 除此之外 所有的落地玻璃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真是令人滑滑聲 進入房間的圓關位 就已經有這一盤盤景 所營造出來的設計感是非常突出的 然後這一間房間給我的第一個感覺 就是整潔到十足 設計簡約得來又不失高雅時尚 完全展現到周濟酒店 一貫以來的那種五星級的格局 因為房間裡用很多圓式的木材 所以與戶外的大自然氣息 非常契合 打開衣櫃門 就見到設計師 用的掛衣通 都是如此與別不同 再加上剛才所見到的室內設計 完全感受到設計師的深厚功力 於是我就查找回 究竟它在出自哪間設計公司之手 一查之下才發現 原來是由著名的酒店設計集團 CCD親自操刀 CCD是一間香港的設計公司 它在美國室內設計雜誌 頭一百強之中 排名世界第三 亞洲第一 難怪跟它們選用的材料、款式 以至整個設計都如此入影入格 能夠欣賞到一些這麼漂亮的設計作品 對於我們來說已經不枉此行 而這個房間的另一個最大賣點 就是這個露台 我們都很滿意酒店安排這個樓層給我們 因為出到來 限坐或享受咖啡的時候 就好像外面的泳池、花園和海景 都被我們私有化了 因為親人用會籍來訂房的關係 所以每一個房間都有房價優惠 我們住的商床房 拼一間價格是2300多元 而我們訂的價格是1700多元人民幣 而且還可以延遲到4點才退房 每間房間還包兩杯迎賓飲品 而迎賓飲品就要在主大樓這個西餐廳享用 我還要求職員和我們安排去參觀一個 在這間主大樓很特別的一個房型 他就帶了我們來到11樓 這間是一間套房 空間寬敞就不在話下 而這裡佈局了的傢俬和材料 都是選用大地的色系 加上這個90度的全落地堂門 就令到客人即時停住了在房間裡 都可以和大自然互相擁抱 一片汪洋大海 泳池景、沙灘景、山景都盡收眼底 這間房間有一個這麼大的平台 真是適合請一班朋友來到 一起慶祝佳節 上山上也有一些住宅 大約五萬多元一平方米 大約港幣六千元一平方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在那裡買個單位 再進來看看沉區 這裡有一張兩位乘兩位的雙人床 模擬設計師完全展現到 城市與自然對話 遠地與海洋交用的這種設計神髓 究竟一間這樣的房間要多少錢呢? 平日的價格是二千八百元人民幣一晚 包括兩位的早餐 可惜這間房間不是在行政樓層那邊 有些服務和設施未必享用得到 因為酒店被我們提早入住 所以看完房間之後才是兩點多鐘 而這個時候就剛剛好 是回去我們的行政走廊那裡 肯用下午茶 因為行政樓層的每一間房 都是包括可以向十點前 是用這個行政走廊 而中間呢 兩點半鐘就有這個下午茶 到四點半鐘就有Happy Hour 飲品有汽水和一些才炸果汁 食物都是一些輕食為主 在這間酒店的每一個用餐區 都是採用一種叫做玻璃盒子的設計概念 即是用大量的落地玻璃 令客人可以欣賞到 而臉無盡的海岸 吃起來也比較浪漫 吃完下午茶當然要四處看看 餐廳那裡走到一層 就有幾項酒店的設施 包括有健身房 一天吃這麼多餐 真的要用力做運動才行 這裡的健身房 面積也算挺大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到自己喜歡的那種健身器材呢 之後又有職員主動帶我們看其他設施 這裡就是那個麻雀房 即是他們叫的奇牌室 這個房間有自己的電視和自己的洗手間 租用這個房間 兩個小時就要人民幣796元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有些未見官才打三十大板的感覺 接著我們就參觀他們的SPA房 他們有兩間房 我在房間也看到他們有推薦一個全身按摩的圖餐 之後再參觀他們的KTV房 我覺得這房間真的挺有氣氛的 一班朋友在這裡唱歌應該真的會挺開心的 租用這房間的話 兩個小時就要1766元人民幣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值不值呢 上一層就來回大堂了 出去就可以去到泳池和沙灘 這個無邊際泳池的設計真是用盡地來 有一些和大海相連直奔大海的感覺 又到HAPPY HOUR的時間 這個時段就會提供有酒精類的飲品 不過鮮榨果汁就沒有了 食物種類的選擇跟剛才鹹榨差不多 但它的內容我覺得是豐富一點的 這些就是我們當日一路聊天 一路享用的酒精飲品和精美食品 久不久有這些休閒的時光 都真的蠻幸福的 這個就是不用我們點的 一來到就每人有一份了 第二早起床的節目 就是吃我們的自助早餐 我們來吃早餐的餐廳就叫做惠南角 你們吃完很有禮貌的 全部都捱了 這麼多落地玻璃圍著 坐邊都有靈的陪著吃早餐 我覺得怎樣看出去的角度 都是很迷人 真的有那種很放假的氣氛 其實是很難得的 這麼近香港 就可以有這種感受 這裡有鮮奶、豆漿、娛樂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西式包點 我欣賞他們 除了他們的款式多之外 還是每一樣是小小件的 有些包還是把它切成一半 這樣大家就可以試多些款 又不用那麼浪費 這些做法 在其他的自助餐就比較少見了 這裡的芝士、凍肉、冷盤 其實都挺齊的 而比較出乎意料的就是 他們的小菜、熱分都有很多款 從來都沒有想過早餐是可以吃到這些菜式的 這裡就提供一些中式的點心 裡面還有一些特色的地方小吃 除了煎炸的店員也有蒸的 排骨挺好的 細小碟 幾粒 兩、三粒 很好 還找一隻的 金錢肚 早餐必備的腸仔、火腿、茄汁豆 全部都在這裡現身 他們煮蛋的方式都有很多種 全部都在這個小黑板裏列出來 飲品都一絲不苟 他們的果汁全部都是鮮炸的 走到這邊還有很多心機之作 包括蘿蔔炆牛腩、鵝骨燉湯 竹餅方面 還可以自己配搭海鮮或皮蛋酥肉 全部都是即叫即煮 還有即包的鮮烤雲吞 我會用廚藝一樓擺盤精美去形容這份早餐 當然我不會錯過他們一些地方的特色包店 這一款包是大有來頭的 克林頓訪華期間 在西安就是吃了這一款包 品嘗完之後就大讚 還與它為中式漢堡包 有一件更神奇的事 就是他們的每日精算 這一天竟然是包汁炆鵝獎 早餐可以有這樣的選擇 應該都贏了很多五星級的酒店 一個這麼舒適的假期 花的錢真的不多 但所得到的享受就真的很豐足 希望今次的分享 都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多不錯的近港的旅遊選擇 最後祝大家在龍年 飛龍在天 自由自在 日日有食神 時時去旅行 每日都龍精苦猛 開開心心 過了年之後 我會繼續和大家一起去發掘大灣區的真面目